钱真的什么用都没有 我以前没钱的时候可能觉得 有了钱可以解决掉95%的事情 但是我今年真的发现 太可笑了 比贫穷更可怕的是 拥有贫穷的思维 我们家小的时候很穷 然后我就一直立志要改变我们家族的命运 我努力了那么多年 我觉得我实现了我许下的诺言 但是我却有深深的无力感 尤其是跟我爸妈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发现 就是你把那个钱存在他们的账上之后 他还是过着跟之前一模一样的生活 还是会去捡破烂 还是地下室堆了一堆几十年的那种 烂货脏货 我就感觉到我连把家里一个 用了十几年的各种补丁的包着的 伸着袖的凳子换掉的资格都没有 我每次回到我家 我就说 爸妈我把家重新装修一下 就是用生命阻拦你 我说这个凳子太旧了 他该扔掉了 我前脚扔出去 他后脚从垃圾腿里捡回来 我再偷偷扔掉 扔到远一点的垃圾桶 他能翻到周围三个垃圾桶再捡回来 然后生病了以后 我告诉他们去看病 永远害怕花钱 要把病憋到最大 我再去看 然后我告诉他们吃饭 现在点了餐 就是吃不了了 不要再吃了 吃撑了会不舒服 咱下次点的时候注意别点多 但今天已经点多了 咱就不要硬吃了 不 塞都要塞进去 因为不能浪费 因为心疼那碗米饭 就硬塞进去 胀的难受也还要塞进去 就是我没有办法改变 我爸妈的这种生活习惯 然后你给他寄的所有新的床单 被套 新的烧水壶 电饭包 当你春节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都在柜子里 还是在用那个破破烂烂 就是你能知道我那一刻 我都是他妈的想哭 我就觉得我努力干啥 我改变了家族的经济条件 但是我没有改变 这个家族这一生穷的烙印 这个烙印的阴影 印在他们的心上 好像就没有办法拿开 我有时候会发火 我就说为什么 这个都这么烂了 就不能扔掉了 就买个新的 我说我有钱 我有钱 我给你看我银行卡 就你可以随便花 就他们永远说 不行 这个钱留着攒着 万一你以后怎么样了 就是我的凶过他们 没用 留着泪求他们 还是没用 你会发现你走了以后 还是活回去 之前的样子 还是会买15块的鞋 买打折的烂水果 吃剩饭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80后 70后和90后 打拼的一带 有跟我一样的痛楚 就是我们奋斗一生 是想改变家族穷的命运 但是当你赚到钱了之后 你回到你的那个老家 你发现你周围所有的亲戚 还是那个消费习惯的时候 没有意义 真的我在我爸妈身上 是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感 我也特别希望我爸妈也能刷到这条视频 因为我已经尝试过很多方法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叫醒他们 我真的是不希望看到有一天他们走了 我都没有条件和机会再去孝顺他们了 但是回想起来之后他们还是省车减用 那我赚的钱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老人刷到这一条 就如果你的儿女很努力很拼命地在赚钱 当她把钱寄给你的时候 当她给你买很好的东西 给你买很贵的东西的时候 我希望你用它 就真的你用了它 它付出的所有努力才有意义 如果你还是把它放在柜子里 你还是把它分存起来 其实真的会让我们很受打击 因为你们就是我们努力的原动力 但如果你们不去用它们之后 我们都不知道赚钱干什么 所以我希望刷到这一条的人 你能理解儿女的心情